Hello 我是皮奥 这是我的第一支拆箱日记 这些是我三天没有拆的快递 全部都是网购的各种各样的宝贝 然后说实话 因为太多了 我自己也不记得原就是什么了 所以今天拍个视频 给大家一起拆个箱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买完之后自己不记得自己买了什么 哦 这是那个很神奇的那个花 这个花就是下面是蜡包着的 然后上面是可以开出百合还是什么 然后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 才一个星期可以长这么高 超级神奇 哇塞 我们先拆一个这个大的 这个我真说实话 这个不是我自己买的 我都不知道谁送给我的 上面说那个生日快乐 不是马上快过生日吗 哦 杜卡迪帕拉迪拉1299 1比4的模型 哎 你查查这个多少钱 现在价值一万两十有 哦 谁这么大方呀 这是谁送给我的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吗 然后我再回赠你一个好吗 谢谢啊 我说感觉我没买这么东西 越差我越兴奋 不会都是送的我生日礼物吧 这是我买的小烤盆 这是一个小玻璃碗 好看 哦 这个特别好用 推荐给你们 你们也要去买 这个是Cococci他们家的 K糖双闪眼霜礼盒 它这里边是有眼霜跟眼贴 可以配合使用 对于那种黑眼圈的小细纹 效果特别好 它就是做K糖这些特别专业 然后敏敏地和嘴巴妈妈什么的 都可以用 是怎么这么沉 我买的哑铃 这个哑铃特别好看 好像20多块钱 粉色的哑铃 然后不同重量的 因为我眼睛特别爱干 就是我买的那种喷雾状的洗眼液 就把眼睛放在这边 然后这么一喷 眼睛就会特别的不干色 哦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按摩膏 它特别好用 它就是敷面膜之前敷到脸上 然后拿手去按摩的 我买的动物森友会 不知道哪个里面是我新买的switch 而且买的是那个最新的那个什么 鲜亮熊猫色 就很少有人有的那个 我的天妈老爷 我忘拆了 这是我买的一箱水果 600多买了俩柚子 看啊 皇室专供 就是跟菜场的柚子也不知道有啥区别 好像多了个红腰带 哦 这个是我买的美容仪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准备这样先试一下 是不是什么爱马仕联名 好像摄像头 好像哆啦A梦的手 我都去试一下 我买的两个红酒杯 有没有很好看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包包 我也推荐给我的粉丝们 进去看一下 这种就是饭盒包 然后便当包 这个很可爱 出去盯着很方便 这个材质也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这个绝对是了 麦克这个人跟我说 中国都没有几个人拥有它 不知道是不是被忽悠了 反正花了5000多吧 不知道贵还是便宜 而且他还送了我 眼神环 这个就是最新配色 黑白熊猫巾 哇 这个好好看啊 手感好好呀 这两张卡就是我最喜欢的牧场物语 但是这个版本我没有玩过 这个是橄榄镇 然后这个是牧场物语出的那个做来梦版本 据说这两个超级好玩 我准备这两个都安立起来了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曾经在15年前是牧场物语矿石镇的特别的大组 谢谢 就是我出过一个两万字的详细的攻略 嗯 好啦 那我今天的会计就都拆完了 看我制造出来了这么一堆垃圾 然后拆出来了这么多我的宝贝 我想不想大家 你们觉得我三天购物了这些笔制吗 嗯哼